大家好,我是陈寗 这几天 这个 AI 人工智慧间发生一件大事 就是有一个叫做 Future of Life 的组织 他在网站上放了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说什么呢? 他呼吁所有 注意是所有的科技公司 要停止开发 AI 模型 6 个月 他其实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呼吁 就是说希望这些公司在 6 个月内 不要试图去发展比 GPT-4 还要更强大的 AI 模型 那这个我必须说 像这样的言论一直都是有的 可是这一次 Future of Life 的这封公开信 特别受到重视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的连署里面有两个巨头 第一个是苹果的创办人 这个是 Wozniak 另外一个是大家更熟悉的 就是特斯拉的 Elon Musk 这两个巨头呢 直接去署名说 希望所有的这些科技公司呢 在 6 个月内不要再发展 AI 那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大家都会很疑惑啦 为什么大家要去注意这个公开信 而这个公开信又特别针对 GPT-4 这个模型呢 最主要是因为大约在上周的时候呢 微软的一个研究员发布了一篇一百多页的报告 里面呢 讨论了 GPT-4 他在针对这些所有的网路上的问题啊 还有一些对话中呢 所展现出来的心智能力的探讨 再简单说啦 就是在过去 我们在探讨这个儿童心理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去探讨 用来探讨这个儿童心智年龄的一个方法 叫做 Sally & Ann 的测试 那这个测试呢 他可以用来去分析说 这个小朋友啊 他的心智年龄是大于 9 岁呢 还是低于 9 岁 所以呢 当这个研究人员呢 他把这个问题拿来问 GPT-4 的时候呢 发现 诶 这个 GPT-4 呢 他的心智年龄已经超过 9 岁 甚至达到 14 岁的年龄 这个测试很简单 其实大家也可以先来听一下 看看你的心智年龄几岁 就是说呢 有两个小朋友 小朋友 A 跟小朋友 B 而小朋友 A 呢 他先走进一个房间 并且把他的娃娃放在属于他自己的盒子 也就是小朋友 A 的盒子里面 然后这小朋友 A 就离开房间 接着呢 小朋友 B 走进来 把这个刚刚放在 A 盒子里面的娃娃 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盒子里面 比如说盒子 B 然后他就走出去 请问 等一下这位小朋友 A 再走回来找他的娃娃的时候 他会优先从哪一个盒子里面去找 请问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 盒子 A 因为呢小朋友 A 他并不知道小朋友 B 把他的娃娃挪走了 所以他还是会先从他自己一开始放的盒子去找 可是呢 对于心智年龄还比较低的小朋友来说呢 他没有这样的逻辑观念 所以呢 他会自然而然地去想到说 刚刚小朋友 B 把娃娃挪走了 所以小朋友 A 他会直接去从那个盒子 B 去找到他自己的娃娃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测验 而这位研究人员呢他为了避免 GPT-4 他在过去搜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曾经搜集到过这个案例 所以呢 这一个研究人员把里面的整个测验 包括人民包括放的东西包括场景 全部都替换掉之后呢 没想到 GPT-4 还是答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AI 模型拥有这样的能力 而答案是不知道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 要知道一件事情 AI 的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其实是研究人员呢 他发展了一个模型之后 这个模型就自己在运作了 接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喂给他资料 拿更多的资料去让他学习 那自然而然呢 这个电脑我们就把它简称为 AI 电脑好了 他会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库 还有属于自己的逻辑判断标准 那接着呢 你去问他问题的时候 这个电脑他就会用他自己的知识库 跟他的逻辑判断来回答你的问题 最简单的例子呢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绘图 AI 绘图软体 Stable Diffusion 这个软体叫 Stable Diffusion 他是运行在我们公司的电脑上 那今天呢 我想要一张图片 因为我们影响上路名需要一张图片 他是一张咖啡厅的异象图 那我希望他是一个咖啡厅 然后他有咖啡机 有沙发 有桌子 而且有漂亮的窗光 那我把我们的关键字 还有我们的参数都设好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按跑图 让他下去跑 大约10-30 秒可以跑一张 那我们看一下出来的成品 来 有没有 完全就是照我想要的 他用的资料库就是这样来的 比如说呢 我今天如果要训练一个 AI 模型 他可以画 把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动作都画成我的脸 那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把我的脸的照片 可能放个几百张的我的照片 然后各个角度不同表情 丢给电脑 让他自己去学习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就可以做到的 你只要下载Stable Diffusion 他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训练软体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吧 说的话很简单 但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 在家里就可以玩的东西 那当他训练出一个模型之后呢 接下来 我就可以给这个Stable Diffusion 下指令 说我要一个陈寗 拿着一颗苹果 跟一只香蕉 那电脑他就生出一个这样的图 而且那个人看起来就是我 这就是AI的训练过程 可是呢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训练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 他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而且回答非常好 之前呢 GPT4 发表的时候呢 他用这个GRE 就是你如果要去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 要考的那个GRE 测验 去给GPT4 考 他居然考赢了99%的人 也就是说呢 他去考了他就可以读哈佛了 就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大家在一方面欣喜于说 哇 这个AI非常强大的同时 但大家又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他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他拥有这样子的心智能力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Sally & Ann的那个 测验 他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心智能力 心智年龄的这个能力 为什么 但是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 所以呢 为什么今天呢 这个Future of Life 他们会发出这个公开信呢 其实我们从一个最单纯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 AI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 导致呢 他的这个心智能力会突飞猛进的 达到有9岁甚至14岁的能力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其实这封信它最关键的不是要 这些公司不要再发展 而是他呼吁这些公司呢 应该要先发展出一个评判标准 以及让大众可以检视 这个AI模型的训练过程 以及它训练的结果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AI模型对人类是不是有害的 其实呢 如果你对这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Future of Life的这个网站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呼吁 包括生化科技 包括气候变迁 包括核子武器 而跟AI最有关的一个最新的公开信呢 是关于AI控制的自动化武器系统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就比较有感觉了 今天呢 我们在讨论说AI有多可怕多可怕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只是局限于 那它不就是个软体吗 就好像以前人家说 那初音也是个软体 可是呢 当AI跟武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说那些科技电影 什么魔鬼终结者 骇客任务之类的 我们就单从现行在发展的武器 比如说 什么东西呢 美国F-16的疗机系统 美国呢 它的F-16 它现在要发展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说F-16这个 已经算是比较以前的战斗机呢 丢掉很可惜啊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个系统 让电脑自己去控制F-16 当今天有一个飞行员 他架着一台F-35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旁边可以再跟两台 甚至四台的F-16是自动控制的 然后去掩护这个F-35的驾驶员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就是美国现在在发展的东西 那希望说这些F-16战斗机呢 哪怕是当个炮灰也好啊 今天一台F-35飞过来的时候 他自动带着四台 全自动控制的F-16 跟着他 会保护他 甚至会用火力来支援他 那这东西靠什么东西来控制 靠电脑控制 那在AI突飞猛进发展的情况下 是不是会用AI去控制他呢 现在Google正在做一个新的模型 就是用AI去控制机械手臂 这牵涉到很多事情 包括第一个 这个AI 他要听得拢人的指令 第二个 这个AI 要能够透过镜头去判断环境的变化 第三个 这个AI要能够转化成机械手臂的控制语言 去控制机械手臂 那过去呢 我们在训练机械手臂的时候 就是机械手臂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A东西拿到B的地方来放 就是这样子放 可是呢 Google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 你跟机械手臂说 去抽屉里面把饼干拿出来 那这机械手臂就会挪过去抽屉那边 把饼干拿出来 而当研究人员把这饼干抢过来 再丢回去那个抽屉的时候 机械手臂又会回来 把这个饼干夹出来 这是现在AI做到的事情 所以 简单说 就是AI 他进入我们的人生活的之中 已经不再只是说 什么帮你画个图 回答你的问题 帮你写程式 而是实打实的 他即将要进入一些实体的领域 不管是帮你做驾驶也好 或者是工程也好 甚至是控制F16战斗机也好 都是AI的领域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Future of Life 他们要发出公开性的原因 但是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 这个公开性里面的联署人之一 就是Ellen Musk Ellen Musk 他是一个争议性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AI的这个战争中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 他曾经是OpenAI 也就是ChatGPT的母公司的投资者 以及他现在依然是他的顾问 所以 今天Ellen Musk 他来签署一封这个公开信 并且呼吁 注意 呼吁大家不要去发展 比GPT4更强大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疑 Ellen Musk 是不是想要借由这个方式 用六个月的时间 去阻止他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超越OpenAI 当然很多人会提出一些证明 比如说Ellen Musk 其实已经跟OpenAI已经闹翻了 或者是Ellen Musk 他自己的那个 帮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的那个情妇 都离开OpenAI 可能你会这样子想 但我们就能说 这商场 从来没有绝对的朋友 或绝对的敌人 你看着Ellen Musk 离开OpenAI 但你怎么知道 他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要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AI的发展 是一个月里面 就发展了十几种东西 一下是Google发表新的模型 一下微软说 我们的Office 可以跟AI协作 然后接下来 又是这样那样的公司 发表了各式各样的 关于AI的 各种各样的应用 甚至我们连WhatsApp 这样子的聊天软体 他都有AI相关的应用 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发展出这样的东西 你说如果今天 真的所有的公司 停止发展六个月 会发生什么事 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 虽然我们前面说了很多 关于AI可能对人类的危害 但其实有的时候 我会认为最大危害是人类自己 因为很多事情 对我们来说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就好像你永远不知道特斯拉 他今天在路上开得很快的时候 他到底是真的会沿着马路开过去 还是直接撞上桥蹲 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判断的 Ellen Musk 也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特斯拉去撞桥蹲很少见 但你也知道我们其实差点损失了我们的男神林志盈 就因为他开启了自动驾驶 特斯拉就去撞桥蹲 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冲击 因为林志盈玩了一辈子的赛车 玩了一辈子的跑车 结果差一点死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上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呢 我只能说科技这种东西呢 对人类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呢 怎么使用它 怎么避免科技去取代我们 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何避免科技去危害我们的人类的生存 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事情 那如果你说这些东西呢 你没什么概念 那么有几部电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民公敌》 在威尔史密斯演的 在Matrix 泰克任务 金努力为言的 或者是阿诺斯瓦辛格的经典名片 《魔鬼终结者》 都很值得一看 或者你要往前看的话 什么 那个太空漫步啊 这种关于太空的这些 电影 甚至是大陆的流浪地球 都跟AI 有关 也都是AI 会危及到人类 他在开始的时候 他是帮助了人类 可是最后呢 却又反过来想要毁灭人类 那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解答答案 到底为什么 AI 会这样子想 就是这样子 至于之后会怎么样 之后再说啦 其实我们最近公司的流程 AI 帮助也是很大 我们也坦白讲 我们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用AI 来帮我们做事情 可是他出了错 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也在排查这些东西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